开始第二次移动 大家好我是变态先生 这是上周末我从稻田里面收集的两条水字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如果你去河边或者湖边摸鱼抓虾 有可能会被它咬到 那将是你一辈子的童年阴影 据说水字如果黏在身上吸血 撒点盐就能对付它了 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把水字放到这个圈里 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 我要松开了 啊它碰到了 哦它的反应越来越大 哦它在不停地扭曲着身体 身上的盐越来越多 哦说成一传了 哦它的身体好像变小了 并且身上出现了一层黏黏的液体 分明的液体越来越多了 已经不动了 这个部位现在很僵硬 它已经完全不动了 现在我还想用一个更大的圈来验证 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反应 它已经开始慢慢移动 哇 开始第二次移动 哇 哇 它迫不及待地想逃出去 换了一个方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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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他的身体周围出现了很多小泡盘 水质周围出现了许多小泡泡 这是为什么呢 水质身体含有大量的水分 食盐是一种电解质 当水质碰到食盐 就会让它的细胞壁破坏 最终脱水死亡 如果你不想让水质一直吸你的血 你可以在它身上撒一些食盐 它会自然脱落下来 实验证明只要水质碰到食盐 地马就会断送生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你对这支影片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同时别忘了给我点赞 订阅我 分享 我们下期见 有关我 说明我们下期见 在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2017年 评论区